這個題目叫做 《孫舟謝跳樓淺別教師縮雲》 又是李白的作品 我讀一下成首詩的句子 因為影印的問題 頭一個字就不太清楚 我讀清楚給大家聽 頭一個字是戲字 即是放棄那個戲 戲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之日都煩憂 長風萬里頌秋暗 對此可以涵高流 蓬萊這個蓬字 即是蓬萊仙景那個蓬字 蓬萊文章見安骨 中間小姐又清發 驅 這個驅字 頭一個是驅字 一個人字 哪一個巨字 驅懷日慶 裝思飛 欲想青天濫明月 這個頭一個字就是抽 抽出來 那個抽 一個剃手篇 抽刀斷水水降流 舉杯銷愁愁愁愁愁愁 人生在世不情愁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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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 就知道 時光一去不復返 亂我心者 即是今日之日 多煩憂 又說回多下 現在 即是今日 有很多亂我心的事情 很多 廖火的天空 明正的天空 一群群那些南飛的岸 那個景色是非常壯壞的 有對峙這麼壯壞的景色 群岸在長空萬里那邊飛 我們很多人看過都知道 那些南飛是非常好看的 當晨天的時候 那些南飛 有時飛成一個一字 它很有秩序的 群體的意念 有時飛就排成一個人字 是很好看的 真的 它對戰這個壯賴的景色 就覺得很開心 由多仇轉來 就對峙這個景色很開心 因為這個題目就是 宣州借跳樓淺別教師淑雲 即是說 這個地點就是宣州借跳樓那裏 即是那個樓就是高 高的景色就看得遠了 所以它看到這個這麼好的景色 又是一個高樓 這麼舒適的環境 它就說 為什麼不可以開懷 暢飲呢 大家知道 李伯是一個師仙 一個酒仙 即是很喜歡喝酒 教師淑雲 教師囊那個文章 就是剛健 有力 豪豐 應該在這麼好的環境 喝醉了 就在這麼好的環境的高樓那裏 醉了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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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 但是它又回到現實了 它說 這麼有超群靈魂壯志的我們 就是能夠上至上去天空集取的名月 不過到現實 就抽刀斷水水更流 借酒消愁愁愁愁愁 這兩句 很多人都知道了 幾乎家如戶曉 就是李伯這首詩那裏來的了 人生 但是很多的坎坷不平 不然明天就散發去隆典州 即是說 假日是興州 去過自漂流的生活 那成首詩的大概意思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詳細呢 詳細一些去分析 他欣賞他 李伯他就是對謝跳一直是很欣賠的 因為謝跳就是一個很有名的詩人來的 他的文章就是非常之清諒 高遠 受賴的文章 他是很欣賠的 還有他就是曾經做過一個官職的 在政府做過一個官職 他就很欣賞他的文章 所以他詩中說 雖然對著這麽好的景色 和這麽好的高樓那裏 是喝酒喝醉了最好了 因為他前面兩句 就說了很多勞騷 即是說 今天我添了很多憂愁 煩惱 應該是覺得懷財不義 對於他來說 其實李伯很多書句是表達了他懷財不義的 好像我們講了那個張進走 又是 還有講了行路難那些 都是他很有名的 對於自己的遠大的胸懷壯志 但是不能夠力實現 所以他經常很憂鬱 很憂愁 寫了很多表達這些情緒的詩句出來 這一首就按得同來文章 見安骨 中間小謝又清法 雖然是在高樓那裏 希望喝醉了 不要醒了 但是他又回到現實 他就讚賞 蓬萊的文章 見安骨 中間小謝又清法 蓬萊文章 即是蓬萊就是仙景 我們知道杜家那個老子 他的修練那裏 都叫做蓬萊先館 為甚麼叫蓬萊文章 那些文章是非常之有藝術的價值的 有藝術高深的文學水平 即是建安骨 建安就是西漢那時的皇帝的稱號 他叫做皇帝 叫做漢勸帝 叫做漢勸帝 他的國號叫做建安骨 建安骨即是說 那些文章 那個風格 那個藝術的價值 都是很高的 所以皇帝就將它藏在國家 即是圖書館 或者叫圖書館 好似說 即是說蓬萊仙景 那麼好地位 就收了很多這些好的文章 其中就是有這個叫做建安七子 七個名字 我這裏都有 不過都不需要去知道 是吧 因為我們是知道文章大概的意思先 因為這七子 我們讀它的名字出來 大家都不會記住它 加上什麼呢 加上曹氏父子 在那個年代那些文章 都是非常捨得胸埋壯闊 藝術價值非常高 所以就叫做建安的風格 風骨 中間小謝又清法 除了這些文章 建安骨的風格 中間又有小謝又清法 小謝就是謝跳 謝跳樓 是謝跳做官的期間 是她建的這個樓 所以叫謝跳樓 她謝跳的文章 亦都是非常清秀 奶術價值 很高的 所以她是很欣賞她的 很欣賞她的文章 很欣賞謝跳的文章 她說日慶莊師妃 即是說 我是很欣賞謝跳的文章 我和我的阿叔 即是這個李雲 教師叔雲 她的名字是叫做李雲 這裡也有說 她是叫做李雲 她就是送別她的時候 她上命去做一個叫做教師郎的職位 所以她在謝跳樓送別她這個唐叔李雲 她就任教師郎的職位 在黃大陸的安排是這樣的 她說日慶莊師妃 即是說我和我阿叔的文章 都是有這樣的水平在這裡 我們的思路 那個胸懷的志向 是非常之壯闊 軟大的 軟大的我們怎樣呢 又想清天 濫明月 即是我們的志向 甚至好像想上去的天 摘個魚下來 所以她這兩句的思想 真的完全表現李白那種自由主義 那種很誇張的思路 但是很遠大的 很奇妙的 即是她當時 你想想 千多年前 那些人 她都懂得想到 想去清天濫明月 一直到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才實現了這個夢想 但是她當時在那個年代 她已經想到可以去清天摘個魚下來 所以你覺得她的思想 是不是非常之海闊天空 自由非常 那種浪漫的自由主義 這個文人來的 這些是正常阻涉她的思想 真是你普通人哪會有人這樣想 想到她的人都很奇怪 那些人 那些詩人都經常 只能夠根據神話故事 有償和 用什麼 想到上去 摘個名字下來 真是你把詩想到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 她的思路真的很壯闊 很奇妙 很遠戴 很自由 但是這個只能夠是什麼呢 是想的 是吧 她自己的思想 她想是不算踏實地 她後來她都知道 她知道了 不過她是用這樣去來想 去來講她的志向 即是說 我有這麼遠大的志向 想服務國家 對朝天用什麼貢獻 但是她得不到皇帝的欣賞 所以她就寫她的意向出來 但是你回到現實 她只能夠是什麼呢 是仇了 即是不能夠實現理想了 所以她想抽刀斷水 因為她的仇好像水流那麼長 不如拿回刀來雜誌她 但是又是開玩笑 大家都知道 你怎能踏得自然水 即是你一閘手眉一閘 那些水更加洶湧過來 所以抽刀斷水 水更流 那來舉杯宵仇仇仇仇 她是很喜歡喝酒的 但是因為她很多爐鬚 很多不得意 所以她想說 不如喝醉了她 忘記了她算數 但是她亦都發覺 當你最後想回更加仇 即是說 沒有辦法解決得到她的仇 在這樣的情形底下 她又發牢騷 又表達很不滿意 人生在災不情義 明朝散發龍典洲 她說既然人生是這麼多苦難 這麼多不開心 不如放棄她去拿一個貶州漂流 為何說散發呢 因為以前做官的人 是一定要摘著頭髮 是表示那個官跡的 她散發法就是說 不去找官做 放棄了 不如自由自在 在整整個小舟漂流 飄流 所以 這個 這麼有名 這麼好的詩句 有些人 有些學者說 李白是不得志的時候 是很多牢騷 他說 但是我們是很喜歡他這些牢騷 因為 他對那些牢騷的形容 那些詩句 那個藝術價值 那個表達的意思 是很特別 是很高的 很深遠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些 就是這樣 他在這樣的情懷底下 他寫出蓬萊文章見安骨 中間小姐又清發 這樣就講明 我也是很欣賞 誰借條文章 很佩服他 但是 講回頭 我的文章也不差 我簡直是 更加思路更遠 更加遠大 希望我們朝廷 告願力量 我的遠大 甚至可以想清天冷明月 所以就是 我們欣賞 他的藝術價值 和思想 自由 壯闊 浪漫 這些藝術水平 是很高的 值得很多人欣賞 人生在彩不正義 其實不是古代人 古代人 那些文人默克 很多失意 就是因為他很多事情 和朝廷的觀念是不對的 有些也是 朝廷是很黑暗的 那些亂臣 奸臣 掌權 為什麽同朝呢 同明王 即是同元宗 那 娶了楊貴徽之後 那 整天都說 三哥爺爺 不記得了 李朝廷的事 那 又乘機 有些外戚 那樣好像國寇 那些掌權那些 那變了很多文人 有思想那些 就看不過眼 又是 有些奸臣 這個 好像那些太監那些 掌權 探皇大的意思 知道皇大喜歡什麽 他就說很多東西 本成 會來等他皇大歡心 那變了 那些詩人有些 看不過眼 不喜歡他 那他就千方百戒 要想在皇大面前 講到殘緣 那樣好像我們上一次讀過 威尼那首詩那樣 《起之千賴句不敵一殘緣》 那你現在這些詩人 好像李白那樣 因為想去朝廷 共用力量 但是他去做過 曾經叫他做過一個短暫 他就被那些 他就被那些殘緣 什麼 權貴那樣妒忌他 那他終於就離開了 但是後來他又想回到朝廷 那其中呢 就很多轉折 都是不得意的 不得意的多 我們上一次也都講到行路難 因為就是皇大叫他進去 他以為 這次是否皇大又想給些什麼我做呢 但是只要有一個時期 他又不用他 又給刺金 叫他離開還鄉 那次行路難 上一次行路難我們說了 上一次行路難 他都很有鬥志 我們記得最後那兩句就是 東破浪會有時 直掛魂凡濟沖沖海 那時候還是很有鬥志 這個張進走那裏都是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善盡萬福雷係 就是還有很有信心 我有這麼好的才學 始終皇大會賞識我 所以我花了些錢 我都是會回來的 當我能夠達到我的指向的時候 一直都很有鬥志 但是到了這一首詩 我們就看到他 有些甚至想放棄 或者是你覺得他是很樂觀 都可以 不過最多我就不做官 我就去整個扁州 到處漂流都是很好的 可以這樣解釋 我現在 我現在 今天對於這首詩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這樣 譬如如果我們那些觀眾朋友 你看到網子看到的時候 你有什麼意見呢 都可以反映給我 讓我看看大家研究 譬如我給最後這兩句 給你們考一下腦筋 人生最勢不正義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謂 人生不疑義是十常八九 很多人都是很多不疑義的事 他就是明朝散發龍扁州 但是我們怎樣去對 我們不正義的事情 我們可以用他這兩句 譬如說 人生在世不正義 我提議你們的一句 接下去那句 我就提議 詩詞歌父可解憂 這真是一個辦法 譬如你說 哎呀 我很多事不開心的 每個人有時都會有 有哪一個人 哎呀自小到大都無憂無慮 我想如果是有 都算幾奇蹟 你們 你們有些人生最勢不正義 有些什麼好辦法呢 你們又可以自己做幾個 是嗎 盡量各有各人不同 那大日我們在網上大家互聯盟的時候 我看到我亦都給我的意見 亦都收集你們的意見 大家去利用一下這首詩 去表達一下我們不正義的情緒 是用什麼最好的方法去解決呢 我就覺得 詩詞歌父對我來說 真是一種好好的 而且我們是可以增加我們的 對於古代的那些歷史 山河國家的山河大地的美景 都知道很多 還有它的藝術思想那些 我們一直流傳到今時今日 是很多時候利用得著的 我們繼續說下去 是很多我們今時今日 都是在利用這些詩句的 好像秋濤斷水水減流舉 舉舉杯銷瘦仇寡仇 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有時有些什麼都可以利用這兩句 真是有這麼多仇 但是沒有辦法解決 秋冬斷水 水降涼 舉杯銷售 仇仇 都不知道什麼辦法解決 他解決就是 散法去龍扁州 我們解決是什麼呢 我自己本人也是 詩詞歌父可以解憂的 還有 你們想你們的 我還可以有 繼續 我都會有的 不過大約如果在互聯網有機會 大家就來發表一下意見 今天首先講到這裡